你在这家中 怎么得演个老板怎么还吃凑乎呢 我告诉你赵刚的 你这浑身上下就没有一点老板的气质 那都不重要 大姐夫气质不够 我的气质可以凑嘛 大姐夫明天妞妞他们同学来 我就扮演一把大姐 往你身边一站 完事的 糊涂过去了 那行吧 就我这妇人的气质 再加上你这高颜值 咱俩这小CP往这一站 没谁了那就 到时候把你把小崽子虎一愣一愣的 好什么好啊 好啊 好呢 我把老板都搭进去了 行行行 你俩演吧 那我也得演呢 你演保姆 我演保姆 行 我演保姆 我都干点什么 你没事 你到时候就来了以后 给做到饭什么就行了 我可不会做饭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吃 那行啊 这样吧 那回头啊 你就别干活 好不好 我来干活 你疯了吧 你大姐夫 你是大老板 我是保姆 你做饭 保姆吃 小孩也糊弄不过去 这也不靠谱 这个不行 那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这浑身上下呀 真的是一点没有老板的气质 你看你穿这一套什么呀这是 我们就老板姓就穿这个呗 那我没穿你的西服 我穿着我也像老板 哎呦 来来来来 你穿上 穿上 来 你穿上 我这可是名号 来来来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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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穿上 穿上就不行啊 你看像 还真像个老板 像不像 不是 你这衣服 像个破了馋的老板 你这是 你不还给我吧 你这衣服穿太小 我不合适 这就不是衣服的事 我告诉你 这就是气质 好好看着我的眼镜 仔细地看着我的眼镜 看见什么没有 眼屎 我抠出来 我砸死你 我再给你弹回去 哎呀 这俩人 你行了吧 你就是没有气质 我告诉你啊 那行吧 你这么点 你演保姆 你就演保姆 你也特像保姆 也行 现成的吗 老板 老板娘 我不是说我不是演 关键是我怕 牛牛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演保姆 你们俩演父母 他能干吗 那你不问妞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干了 这是不用问 孩子肯定接受不了嘛 他跟我这么亲 你问问 你问 我问了 我问了 妞妞 死心眼 妞妞 来 妞妞 来 爸 你什么时候跟我谈心呢 爸现在跟你谈 妞妞 今天爸爸挺不高兴的 不能说瞎话 明白不 但是你既然已经这样了 爸就帮你圆这次谎 就这一次 明白不 谢谢爸爸 爸爸跟你说有个事 明天你和同学来了以后 你就管你二姨 还有二姨父叫爸妈 完了爸爸演个保姆 你觉得这行吗 行啊 不是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此时此刻心里的感受 太好了 爸 哈哈哈哈哈哈 爸 您是装听不见 问题是现在王叔可全都信了 爸 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站起来 不是我跟你说啊 大美人你可变个二姨 学捋了八几点 你学着你老公 你看人家多文明 你站起来 严肃一点 不是 把手放下 你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啊 爸 王叔是不是你带过去的 他上大了 他买产品呗 我 你什么你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叔的精神崩溃 对 爸你是不是最近好几天没看见王叔 没看见他呀 我跟你讲啊 爸 大夏天的啊 就王叔穿了个大庙 好家伙穿上以后 那是这样的 你看 看到没 哎呀你说你王叔这个人吧 我都跟他说过一万多遍了 我说咱呢到那就是领鸡蛋呗 领完鸡蛋咱就走 说啥咱也别信 你说他非得在那地方逗留 你一逗留你 你 刚才你 你的想法你帮过他呀 爸呀你给他害了 你 刚才 哎 哎 有什么 我跟你讲 要想救王叔 普通的办法他听不进去 得下一劲猛药 什么猛药啊 哈哈哈哈 干嘛呀 这张行 这张好 这张棒 我跟你讲啊 嗯 一会我打电话 嗯 王叔来了以后咱就着急行 行行行 好吧 哎啊 爸你好好演啊 啊放弃吧 啊王叔 我钢子 王叔啊 您快点来我们家一趟吧 我跟你讲王叔 我我爸不行了 王叔 哎呀王叔这都啥时候 我赵刚刚的这辈子我骗过人吗 王叔你快来吧 啊好的王叔我等你啊王叔好的 赵你们好好 王叔一会来了以后 召气行事 消息千万别验大了 不能不能不能 王帆 来来来来来 我我赢 赢啥赢 您现在不行了 你一趟 你一趟 哎对对 王帆呢 王帆呢 王帆 这没关系 老太难欺负了吧 是真的吗 我擅长这可是事 祂呢 王帆了吧 老范 老范 你还认得我吗 你 你是老王吧 都这时候了 那个王子后边就被嫁个爸了 你说你 你这广场身体挺好的 怎么突然间就这个样了呢 我 我没听那专家的话 没买产品 你呀 去了领完鸡蛋你就走 领完鸡蛋你就走 你怎么就不买点产品呢 啊 来不及了 那专家告诉我了 我今天中午一点半就走啊 快到点了 我这有句话呀 我想跟你说 我这句话就是啊 这掐人珠 我掐人珠 哎呀 哎呦 哎呦 掐人珠你掐那么狠手干什么玩意 不是我掐的王叔掐的我没掐过他 让他掐他年轻时候钱滚啊我 你不行了你不行了 啊啊啊啊 哇你看看 那专家让你买产品你为啥就不 哦对了大夫让买这些东西是吧 啊爸啊啊 啊大夫让买的你去买吧 好我去去吧 不行 这么多东西 叔这个个头能完成吗 这你接了啊 这样我先说一下 首先是爽身粉 宝宝孕肤霜 大尿布 小尿布还有止尿布 这些 可以可以 呃我爸去 对我去 不行叔 这么多东西 您这个个头能完成吗 对啊大夫 哎 哎 行 保证完成任务 哎 你带钱了吗 其他 好嘞好嘞好嘞 好下边啊 是大奶瓶小奶瓶小巢 还有小饭碗温度计脱纸棉 酒精梳子还有毛巾 好 这些我爸去 对我去 不行叔 这么艰巨的任务 您这个个头能完成吗 对啊 这个片啊到 你辛苦一下 你去吧啊 妥妥必须 你就放心了大姑姑 开发票回来给你钱啊 后边最后是孩子用的床垫啊 床单枕头还有毛毯什么的 好 这些我爸去 对我去 不行 这么艰巨的任务 您这个个头能完成吗 对 我去你的吧 不能完成 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跟个头有任何关系吗 不是 钱叔啊 是这样 您是一家职场 哎 今天您得在这坐镇指挥 您可不能走啊 哦 是不是 哎 辛苦一下 您去一趟吧 老饭头 这么重要的任务 你能完成好吗 这是我大姑姑给我的任务 业绩头头去 你真的有钱吗 你啊 大姐夫 哎 为啥不让我爸去啊 东西都没了 哎呀 有 怎么没有 爸呀 刚才大夫啊 口头还嘱咐了一些任务 嗯 你现在马上去 买二两好茶叶 孩子一出生 你给孩子沏一杯好茶 那个 买个牙刷买个牙膏 去吧 好 哎 哎 请问 啊 孩子刚下声 连牙都没有 就喝茶刷牙吗 爸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阿米利他 我怕说了你受刺激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 我不相信阿米利能给我生个哪吒啊 好 生个哪吒也行 我给他配个火箭枪和风火轮 你看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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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男孩儿女子平安 哎呦 谢谢 爸呀 这我就放心了 不是等等等会 谢谢 好 等会儿 你们家姓问啥呀 不是你的 是二床生了 你是三床 你老婆还在里边努力呢 收到收到 你在哪呢 我在消防通道 盯车呢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现在马上跑步 到我的对讲机里来 啥 不是 你现在马上跑步 到物业来 收到收到 不小脸把我气死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小区呀 安全交通通道 是属于消防的通道 这个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一旦要是发生了火灾 如果你有车在这的话 消防车进不来 后果不堪设想 我跟他说 你停住了 那个地方不能停车 然后我 叶航 郁晓良啊 你说你那么个脸 你老往上去脸 脸上贴什么脸啊 你老贴啊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我让你干啥去了 盯车 在哪里盯车 消防通道 你到那盯了吗 一直在那盯着呢 你拉倒吧 我刚才看了监控了 那地方停了一辆车 我死死就盯着那台车呢 我让你在那盯着车 往死了盯的啊 我让你盯着 那个地方不能停车 这么个盯着明白不 你说的是盯着啊 盯着啊 我以为你让我盯着呢 废话 我让你那么的 我让你看车了 明白 对对对 我也发疯的事 来 看镜头 摆pose 看这边爸 看这边大爷 看这边爸 看 你谁啊你 你跟谁叫爸呢 不是 我谁你 你不认识了 你谁啊 大学毕业晚会上 你是不是穿一个黄色的超短裙 对啊 然后跟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玩了一个游戏 你咋帅啊 那就是我 大马蜂 大马蜂 两只小蜜蜂鱼啊 飞到发送中啊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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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咋 不是 他你男朋友啊 不是啊 不是 我干啥来 你干啥来 不是男朋友 圣氏男朋友 一马呀 圣氏 那是因为我没来 我要来了 你就胜死了 飞呀 我跟 饭爷爷 他谁啊 就是前两天我捡条狗 还他了 你还他一条狗 去引来一只狼 还是个大色狼 你闭了吧 你说谁这色狼呢 我看你才叫色狼呢 饭爷爷他说我 他说得对 你也说我 我发现了 你们谁也不喜欢我 就我一个隔壁老王 那我儿都喜欢我 你爷爷里哪 你爷爷icle都心里 你额 那你爷实在没啥可歇合你了 帮奶奶 айтесь 她们做什么 父亲 药 osos 你们还有 你听着 你呀以后别看着小米粒跟哪男孩在一块 你就逮个大树坛们抱起来了 那我都看出来了 人家就是同学 是不是爷们儿点 剩下你叫他差啥呀 除了这几件 我也没差啥 你别嘟嘲 好了 那你就听不出来 小米粒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 你还给我交信 你爸叫你 来来来 爸说你两句 你不管哪说 你长大了 大姑娘 虽然咱到现在也没有对象 但咱得坚持 那就坚持 别让人笑 坚持 我说好十年坚持 是吧 咱再坚持点 是吧 我知道你们是同学 见面高兴 兴奋 这得有个使度 什么玩意见面就 呜呜呜 你说你已经更mud 他一呃啊 那毛小繩能够啪啪吗 听听 我啪啪你是有一定道理的 哎呀妈呀 你还想啪啪我呀 你再啪啪我试试 我啪啪你咋的呀 我刚才啪啪完了 啪啪完了 我说大把疯子 你稳定点行不 不任意说你 今儿个你来看你大爷 拿着狗粮我就不说啥了 见着我姑娘 总也不见面热情 这也行 我也不说啥了 可是你们的朋友圈 把你大爷说成跟狗联系 我实在觉得都不聊 那不是我说的 不管是不是你说的 是我朋友圈啊 我对你们的朋友圈 就是有一见 就是有看法 范南呀 您说的太对了 这朋友圈 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晒 晒吃的 晒喝的 晒穿的 晒玩的 吃个破方便面 晒一下吧 是 我们小时候 就晒萝卜 晒地瓜啥的 现在可都好 没啥事 半夜起来晒大腿 都是破草猫子 晒脸 范南呀 你看啊 你也不玩朋友圈 你咋知道晒大腿呢 那啥 下碗睡觉前 你范爷爷 在被窝里偷看 我发现 妈 爱美之心 人节有之 说点别的啊 再说了 你说那都是朋友圈里的个别现象 啥个别现象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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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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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谁呀 哎呀 是 是你 真是你 老米 大姐 老米大姐 行行行行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呀 妈呀 这是 哎呀 我的妈呀 这不是菜花妹子吗 可不是我妹 我的大姐呀 你真想死我了 可不是咋的 我也想你呀 我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 今天这事你必须得帮帮我了 哎呀 东东啊 我这不都带你到物业来了吗 这事我肯定给你管到底 放心 哎呀 哎 钱总啊 你看啊 以前咱们小区的人就说你这个人吧 长得有点歪 但是通过今天这个事我才知道 你这个人呢 还是非常的正啊 特别的善良 有爱心 乐于助人 还好关注 哎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去去去去 挪挪 下雨了 你下什么雨了 你来 哎呀 你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 我一个礼拜没睡好觉了 一个礼拜没睡觉 你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啊 啊 所以我才拿这玩意砰砰锤自己嘛 就只是他提神呢 这玩意能提神吗 那你试试 哎 哎 哎 好好好 师傅感觉特别好 哎 这东西不错 哥 你看我这事 你这事我跟你说了 没问题 赵刚子是我大姐夫 物业经理 这点事肯定给你处理了 那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你拿走 我那么说你 风哥啊 哎 这个小木锤就送给你了啊 我这身体真得帮我上这 放心 赵刚子 赵刚子 哎 哎 来来来 哎 我 等一下 我在正忙着呢啊 我很没顾 你回来回来 忙什么忙 在啥忙 小区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东东跟他说 哎呀 东东啊 赵经理 你来了 好好好 来来来坐坐坐坐 坐 怎么回事 赵经理 是这么个事 我跟你说 我一个礼拜都没睡好觉了 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哎 他真 真是瘦了 东东 你不能再瘦了 你瘦下去很危险 可不是吗 关键是我一个礼拜不睡觉 天天晚上熬夜啊 一熬夜我白听我腰都疼 哎呦 这怎么回事了 怎么不睡呢 我这么跟你说啊 这个我们家楼上吧 他住了个贝多芬呢 一到晚上七点半呢 他就开始弹钢琴呢 你说他要弹个小夜曲吧 咱也就认了 关键他弹的是狂想曲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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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哎 这像谈粮话 不光是谈 谈完就闹闹的唱了 唱完这就痛快了 我们全校区的人呢 全都反胃了 那东西从胃里到嗓子眼里卡着 我知道他说的谁了 他楼上住的是那个搞音乐的张老师 你上去跟张老师说一说 不就完了吗 把这张彩票给王叔送去 就说王叔种了块香皂 恭喜他 哎哎哎 干啥呀 干啥呀 你干啥呀 怎么的啦 我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我后半辈子 我睡觉我都睡不着 睡不着觉吧 什么呀 你有五百万呢 你买多少安眠药睡去呗 你那五百万买安眠要吃啊 那我还能醒得了吗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个坏人 你这样 你把他都交给我 干啥 你就说让我去买的 不行你也不行 我跟王叔说 王叔就是肥皂 还就是五百万 就得把这张给人家王叔 你没那么干 哎呀哎呀 今天嫁的印挺全我呀 哎呀 坦坦姐夫 王叔啊 我让你帮我买这张彩票 你买了 是买了 在哪 中奖了吗 中了 中什么了 恭喜你 一块肥皂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谢谢你 你这个手气真好 我买了两年多 今天中的是最大一个奖的 哎呀 哎呀 手气真好 这个王叔啊 你是这样啊 你现在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让心脏跳动的慢一点 哎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说 这张彩票啊 这张肥皂不是你的 你中的是这张彩票 什么都没有 这张是张大张 五百块 多少 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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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人家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今天不知道是余人姐啊 哎呀 还五百万 哎呀 我的天 王叔 你吓死我得了 你还五百万 你真中了五百万 好好好 哎呀 啊 谢谢你 我真中了五百万 哎呀 谢谢 你呀 就算没有孙凤实在 你老孙凤 孙凤我跟你说 这个价里 我最喜欢的 就是王叔 你正说实话 你就是中香皂的 真中 老啊 你你拉脑吧 我们老 你看你撞着去 你真真了 哎 别人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我呀 真中五百万了 好 我真中了五百万了 大伙作证 我中了五百万 我也给你 哎哎 咱们扑出脸 别别别 说话的 行了行了 别拿我冲开信了 我回家 王叔 王叔 那彩票呢 你仔细看着啊 我给你念啊 王叔 中国福利彩票 FC杠 1232332 中奖奖金五百万 你看一下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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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王叔 王叔 哎呀 妈快起来快起来 哎呀 哎呀妈 我真中了五百万 小王啊 你激动啥呀 你不说这五百万给我了吗 哎呀 王叔 王叔 行呀 王叔 你跟这 你也吓唬她了 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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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啊 我说你见过钱 你靠五百万得多大一顿 五百万 一百万一张都五张啊 你上神呐 咱都没见过五百万吗 老鼻子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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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万呢 对啊 可惜不是我的 啊 啊 什么回事儿 楼山老流头 配角不好 叫我 给他买 完了 我又找个杠子给他买的 你说人家在家躺着都中呛 他在家躺着中奖 你这个老鼻子 他头皮真好啊 哈哈哈哈 我明天一早就送给他 等等等等 什么明天一早 现在就给人送去 你拉倒不 今天愚人节 你送下他心呐 明天爸 哎呦 我拿回点暖和暖和 哎呦妈好啊 咱爸过瘦 六十六岁大瘦 这么大的事儿 你不早点告诉我 让我在妈面前出丑 你就故意的你 那我心思着 爸这么大的事儿 你还能忘了我 我这么忙 我天天忙成什么样 我什么事儿我都记着呀我 你再忙的 家里边人的生日 你能忘了我 那家里人生日 就得都记着呀 啊 你快拉倒吧你 哎我的生日 几月几号 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咔我跪地 我给你磕个头 8月12号 行啦 行了 闹什么呢 这是我大姐夫 我矿场给他磕个头 他也不干呢 那我倒不反对 行啦 没这个环节 没这个 起哄 非让我跟你磕头 我觉得大伙的建议还行 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是说点正事啊 大姐夫 哎 哎你看每次妈爸过生日的时候 咱俩都都是意思意思 是吧 对对我就想问问 不是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啊 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 对吧 我记得前年吧 我是拿了500 你当时咔 你来了5000 去年呢 我呢是1000 你咔 你就来了一万 你每次都是我的十倍 哎呀 大姐夫 啊 其实这个事吧 我也是 哎呀整天夜不能寐啊 我也是很自责 怎么呢 你看咱俩吧都是女婿 哦 在这个家里边吧 我老这么压着你是吧 哎呀在这个问题上 我总是你的十倍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 我没有啊 我没不舒服 你是不是不好受 我好受啊 你孝敬爸妈 我有啥不好受的呀 那就是大姐不好受 你大姐也好受 他背后老夸你说你能挣钱有本事 不是那那你就说吧 你说你这回爸过66岁大寿 你两口都准备给给多少啊 我是这么心思啊 这个我不是提值了吗 对吧 单位效益挺好 另外呢 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 又赶上爸呢是66大寿 我们两口的商量啊 拿6666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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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你要拿多少 6666 不是 我跟你说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俩就受不了了 不是你拿6666 我得拿多少啊 那你还十倍吗 我肯定得十倍啊 他6666 那我就是 我就是六万六千六万六十六 我肯定了 妹夫啊 你这干啥呢 这这数钱呢 啊 六万多我不得数一阵啊 你可别这么数 你这么数容易怕金森 大姐夫 我我跟你说点事儿 其实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 你看爸妈都了解 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 是吧 你们没有这个条件 但不要装 知道吗 啊 用不着六千六百六十六 你看爸过寿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 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 对对对对 哎 就算是你现在提值了有钱了 你给妞妞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买点学习用品 这不好吗 这话也倒是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 你对 对 好